非常高兴你收看由云龙子旺财馆呈现的2017年丁永年旺财风水系列 我是简云龙是云龙子旺财馆的执行董事 这个时期我们给你准备了好几集的专门的视频 由我一起来跟你一起研究研究一下 这个2017年丁永年的流年飞行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有什么办法有什么解救的方法 能够让我们2017年的财运人员运越来越旺 这是重点对吗 那知识性来讲 每一年都会有九个流年飞行飞来飞去 可以简单理解为九种能量 那我们今天是第一集应该从哪一种能量 哪一个飞行开始讲起呢 既然刚刚过1月1号 大家新年快乐 农历新年差不多要来了 今天农历新年来得特别快 那就先从这个非常重要 又大家非常关心的流年飞行开始说起 也就是我们的偏财心 偏财运 OK 那很多客人都已经清楚 要望偏财就肯定少不了檀香 可以说是好像我们这种雕像的 或是那样子的那种雕像 也有说像这样子的 檀香手朱 檀香牌 很多客人已经带上了 或把它挂在家里偏财味的地方 我们会指定 又有这些 好像偏财带 四季如春偏财带 里面都是檀香的精华 这些大家都清楚 因为这个旺财运分两种 阴阳 正财是属阳 偏财属阴 那香木系列 成檀龙舍 成香属香王 檀香属香后 所以要望偏财 绝对少不了檀香 这个大家已经清楚 那这一集的那个目的 并不是跟大家讲这些 而是让大家去看一下 一些从来没有看过 也从来没有公开过的 关于云龙子旺财馆 檀香到底有多含有 到底有多power 到底有 为什么你一定要 把那么一两尊给搬回去 今天就要让大家 一起去云龙子旺财馆的 储藏室 一起去看一下 还没有被雕成的 还在原物系列的 那一种檀香 Let's go OK 这里就是云龙子旺财馆的 收藏室 储藏室 储藏什么呢 都是像我们很多 翡翠啦 成檀香的原料 还有宝物 具体在哪里 秘密不能跟你讲 不过今天由我 专程来带你过来看一下 一些比较奇珍的 艺品 一些比较大的 或者比较特别的 那好像说 你已经在 已经有 我们的檀香手术人 已经有我们的檀香的牌了 那你就会知道 你的檀香手术和牌 到底有多珍贵 好像我手上这个 我拿了一下子就 就流汗了 这个就是檀香的原料 有这么长 可能大概有差不多一米这样子 一米长 这个呢 the size 已经算是中等了 差不多了 那其实这个 这块檀香已经算是很幸运了 因为有时候像 这么大的檀香的话 就算拿到这么快 大的檀香的话 是连一个珠泽掉不出来的 什么意思呢 给你看一下这个 哇 又是 中了 差不多一样长度 看到吗 但是呢 像我手上这个呢 它是 可以当艺术品 檀香的资料很好 看到吗 深色很多 但是 叼不出 牌 或者是珠子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通常它的檀香 你看裂纹 首先很多 首先 然后又有很多一些 最住过的洞 一大堆的 那我们看中间看来 虽然这么厚 但是很多裂纹 可能你108粒都做不出来 手珠都做不出来 这个 对吧 那 既然来到这里 就要给大家看一些 比较 庞大的 刚才我们看到 这样子的size 但是 好像我们跟大家讲的 云笼子放柴管 就是有那个sauce 从sauce开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Mr. Naive 像这样的就是 差不多一整个 一檀香 很大的一个部分 看到没有 通常这样子的size OK Moderate 不错 这个 就真的很巨大 重点还在这里 看一下下面这边 这个部分 常常跟很多客人讲说 这个檀香的根部很重要 它要一定的年龄才可以根深蒂固 它的根才会很粗壮 像这样子的 然后因为根很粗壮的话 它可以把一些石头给碾碎 然后把一些石头trap在里面 但我们具体看的话 你现在带大家去看别的 就看到一些小小的石头 像这样的部分的话 经过时间的锤炼 然后有机会吸收日月精华 才有望偏财的那个能力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些别的 OK现在在我身边的这里都是我们刚才调好的 切好的那些橙香 檀香 红豆山 等等的 刚才我们看到很大块的 已经算是很大块的那个原料 那这里就是已经是切成一块块 比较小的部分 如果你在这里的话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可能真的很旺 不论是刚才拿了重的东西 有点喘气 还是这里其实觉得挺热的 可能是因为周围的能量包围住 那你看我身后这里 就是我们的那个 副醇茶 这边写天地相会 副醇茶就是这样子练出来的 把那个它放在橙檀香的周围 吸收那个橙檀香的旺气 所以为什么喝下去 不一样的那个旺柴的效果 刚才我们讲到 像要像这样子的那个 檀香已经很难得了 看到那个很大的那个根部 说根部它越老 它可能会捏碎石头 因为你看一个就是像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白色的部分看到吗 这里 这种就是它捏碎石头的部分 很有年份 很有力量 有经过时间的锤炼 多少年呢 至少八十年 树林至少八十年 才能够把石头捏碎到这个程度 这样子它才有那个旺柴的效果 而且我现在指的这个呢 这个就是 OK 不同地区的城乡 啊 檀江 啊 客人啊 你们 你没有买过 那个五路金材香 你会知道 有不同的地方的 刚才那个我指的 那个就是 东家的 OK 然后好像有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西奥的 新山的 看不然年轻了 不一样对吧 好 然后在我身边这个 OK 像这样的城乡 这个size了 大概跟新山一样size 那个 已经很难得了 在我身边这个呢 不得了了 要隆重介绍一下 哇 好重 像这样子的size的 这个 这个是老三的 OK 老三就是 你五路金材香 有些说 哇 那个蓝色的盒子 我就是穿 专门追溯彩点 因为很珍贵 你单看它 是第一 它是老三的 第二 你看它的那个 我们讲肉色 就真的不一样 这个已经很难得了 这个就是好像 应该像我们 所说的那种子肉 真的很有很有年份 当那个老三 你在 我们打磨的时候 把它弄好一点的话 你就会看到 那个年轮 那个时候就可以算得到 它到底 有多老 这个东西是越老越香 越老越旺的 好 因为你没有这些时间的锤炼 怎么可以吸收到 日月精华 对吗 很大 像这个 我还可以 单手 把它拿起来 还有点喘 像这个的话 你焊 你挪一下 还渴你 但是这个是 绝对是 一个 一个人是 抱不起来的 肯定抱不起来 好 这么大 但是我还要告诉你 并不是整个可以拿来 叼 成 檀香的那个成品 就是你们带回家的那个 排 啊 守株 圣坡像的 因为你看这里 可以挪一下 我今天很忘了 可以抱一整尊 老三的 檀香的原料 看到吗 我们放这里很久 因为经过时间 它会有不同的变化 就像同一个地方来的 它会有不同的 均裂的裂纹 这是天然的形成 OK 所以我们常常 80年 100年 300年的树 放在这里 要养化15到20年 你看这个也是这样子 它就开始裂 看到吗 那像这个部分 哪里做得了东西呢 就废掉了 好 那最后可能 云大师说 哦 这个老三的檀香 我把我这块 是时候 给他去 啊 忘一下我们的客人了 我们就会看他这些部分 到底哪一个地方 还可以用的 看他是要叼成 一百大历啦 叼成啊 黄狸龙啦 牵手观音啦 还是 他有这个机会 够厚 可以叼成一尊 檀香的像 所以你在管看到那些 檀香的神佛像的话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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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贵的 像这么厚的一块 檀香 他这个东西是你一尊神佛像 一尊观音都掉不出来的 因为他的 你看 这个已经废了 对吗 过后还要 要这样子 你看 他这么大尊啊 你看看这个 这个 还不是整个部分可以用到的 有些地方比较空 或者已经裂了 那这些东西 要看时间 要看他的缘分 到底怎样 那他到时候的时候呢 拿来做珠子 拿来做牌 我们就会把一些 比较差的部分 那些皮啊 就像 把它给弄下来 把它给 切下来 就是这些啦 好的部分 全部 都给你拿回去 做手珠啦 正偏财包啦 偏财包对不起 还有那个 神佛像 所以有机会 有缘 有幸 家里有一尊 我们龙子旺才管的 这观音像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看我这里 真的是没有 一个 可以彻彻底底的 拿来雕 一尊神佛像的 现在 我们就知道 好像 一串这样子的 檀香手珠 拿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真的是来之不易 好像刚才我们看到 那一整块 哇 这么长 又这么大 那个檀香 要雕成一串 这样子的檀香手珠 我们戴手套 因为 一手货嘛 对吧 呃 其实是真的不简单 对不对 那个木的系列 它要不裂 它才可以 雕出一颗颗 这样子的 呃 檀香手珠 出来 包括牌也是 好 当然是更加珍贵的 我们是好像刚才说 呃 我们的这个 神佛像 因为它需要的更厚 呃 的料才可以 比如说这个 你看 非常 啊 保持了很多原状的 这个米勒 看到没有 你看 它需要一个这么 这么厚的原料 再 发酵 再让它氧化 15到20年 让它吸收日月精华 让它继续越来越旺的时候 最后剩下来的 要有这么厚的 才可以雕出 像这样子的米勒 那如果我跟大家讲到像 呃 这一边的这一尊的话 那就更加了不起了 你看 18米勒 OK 整一尊 这么厚 又有这么多细节 它那个原木 一定会比这个 原来的 这个雕成的成品 更加要 要求更高 所以像这样子的 如果是有幸 能够把一尊 呃 檀香的 呃 神佛像 檀香的观音啊 米勒也好 搬回去的话 那是 非常有福气的 那当然 你说哎 我也可以从手足这边开始 也是来之不易 那 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 四季如春 偏彩带 里面的呢 对吗 这个是檀香的精华 我们刚才讲这些 对檀香要求就很高了 大家在我们的储藏室里面看到 哇 这个也是不新雕 那个也不新雕 哇 这个珍贵 这个也很珍贵 里面 对这个精华的要求是更加高 除了各种地方很珍贵的那种 檀香粉 檀香精华之外 还有24K的黄金 黄金片在里面 云大师精致的那个调配的珠砂 有一点青蓝粉 用红豆山的那个 呃 勺子去搅啦 全部都是云大师亲手制作的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定做 那这个放回拿回去要怎么办呢 呃 很多客人他做流年风水 你做流年风水 你会知道你把平面图拿来 我会问啊 你2017年要忘什么呢 我要忘我的偏财 OK 假如说你选这个 四季如春偏财带 我们会好像 假设 Let's say Let's say 是这个角落好不好 等着这个角落 OK 我们讲说 那你就把这个偏财带 在我们止境的时间的时候 把它给放在这里 或者是挂在那个角落 都可以 OK 那就让他在那边 把那个地方的偏财器 给招引到你的家里面去 让你忘偏财 一年之后 这个你要把它解开 然后那时候你会看到 真材实料 OK 其实你拿到偏财带 你闻 非常香的 那个香味就是跟其他的有点不一样 因为他各个地方的精华 给弄出来的 一年之后 你拿出来 我们就告诉你 你要帮去哪个地方 给把它给烧掉 然后去接气 这个就是偏财的系列 如果你要忘 在2017年忘偏财的话 就少不了 云农子旺财馆的盘香 那下一集 我们就要讲另外一个流年飞心了 OK 所以请大家继续关注 我会给大家更多的揭秘 给大家看从来没有看过的原料 各种制作过程等等的 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你